随后,四人带着箩筐,朝着山里的方向去 对了,我今天还听到小凤说张的权的事了 你说他干什么 没什么,和小凤聊天 正好说起,张的权家的李子之前不是跟我们一起卖吗 嗯,然后呢 那天咱们走了之后,顾老板说不愿意收他的李子了 最后他求着收,也只便宜地收了那部分 后面他们家还想卖给顾老板 顾老板不单止没收他的,还骂了他一顿 哦,还有这是 这方大哥二叔不是杨风市场的吗 方大哥那边打了招呼,杨风市场不收顾老板的 其他市场也不想得罪了方二叔 顾老板的水果都不好卖了,就没法收了呗 这顾老板平时就喜欢干这种欺负人的事 现在好了吧,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虽然顾老板家也还能挣钱 毕竟不卖市里还有其他县城可以提供 但是张的权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平时有的东西,能卖的也就顾老板 现在把顾老板得罪了,卖不出去 拉了也得自己吃 他们是活该 就是,好事不干,确定干坏事 不过我听说张的权对小方不好,还打他了 你提他做什么 行,不提了,不提了,这次跟咱们关系也不大 不说话 你这小家伙,还不让我说话了 少说话,罗瓦笋 妈,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舒服,舒服,有光,白色的,不像以前那样了 等下次我们去市里卖竹笋的时候 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时候让大医院的医生瞧瞧 好好,我们来扎针 糖糖 姐姐,姐姐,这是什么 那,这是我给你买的棒棒糖 这个都是甜的,很好吃的,就那么甜甜就能吃了 好 明哥,多说来就行,什么都不用带的 主要是碌碌想买,我也没办法 这西瓜和香蕉其实也不是买的 我们家有人做水果生意的 都不要钱,邻居很多人送 吃不完才给你拿的 这肉是我们今天要在你这吃饭 不得不买点,不然白吃你的 这可说不过去 你这,你这 这是我听我二叔说了 你家的竹笋干很漂亮,他很喜欢 说市场没一回就都消出去了 还让我带话问你,还有没有呢 啊,他觉得好那就先 你可别因为我介绍你给我二叔收东西 就心里有压力啊 我二叔那边做市场的 一天不知道要收购多少农货的产品呢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地方 你农不能卖出去 靠的可不是我方建明的面子 靠的是你拿些产品的好 要是哪天 你拿一些不好的东西一次充好卖给我二叔 我二叔也不会收的 我也会骂你的 所以你别总觉得 是我在帮你 你卖了好东西到我二叔市场里 他再卖出去 赚钱不只是你 他也赚钱的 别有压力啊 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大的忙 要是我家露露真能被堂堂治好 别说帮个小忙 就是把我命给你 我都乐意 明哥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我要你命干嘛呀 命可以不要 那下次我给你们带点吃的喝的 你就别再为难了 没什么过意不去的 要知道 为了给露露看病 我们花的钱 可不止这几斤猪肉啊 医生说了 露露这病是个无底洞 而且还治不好 是在你这里 我才看到希望的 小枫啊 不瞒你说 堂堂真能把我们露露治好 那以后 你们家就是我们家的大安人 到时候不管什么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明哥明嫂 你们别这么说 如果真能帮助你们 我们一定会帮的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堂堂毕竟不大 能不能救露露 我自己也说不好 但是我们都会努力的 我知道 不过现在看来 希望很大 下次我们给弄个好一点的灯泡过来 到时候亮堂些 在屋里也能扎针 这个主意好 到时候把阿枫家的墙壁也刷一刷 白一点 屋内也亮堂 成 到时候我问问别人 弄点刷墙的材料 胃疼 一点点 疼疼 嗯 没事 陆柳 你还好吗 妈妈 我没事 姐姐 不怕 疼疼 就好了 会疼 证明筋骨那些正在生长病恢复 好了 不疼了 还舒服多了 没事就好 堂堂 姐姐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没有 姐姐吃 好吃的 就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明哥 我想求你个事 爷爷 别说求不求的 有事就说 咱们是兄弟 说着歇贱外的话就没必要了 我妈那眼睛 之前医生说治不好了 但是最近堂堂治着治着 说有好转 你在城里时间长 我想问问你 哪里的医院好一些 我想带她去看看 你这家伙 就这么点事情 你说求我 你这求的也太少了 实话说 我没怎么去过城里 也就上次卖竹笋去了一次市里 因为第一次去 都摸了半天了 所以我对城里真的不说 这是一件小事啊 我们本来就在城里 医院去哪里的好 我们很清楚 这都不算帮忙 对我来说 是帮了我大忙的 这的确不算帮忙 就是顺口的事 对 你嫂子说的对 既然你要带沈子去医院 正好过两天 我们也要带露露去医院复查 要不就一起去吧 我到时候开车过来接上你们 这 好吗 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两天我们还住在镇上 到时候去的时候 就是顺道带上你们 我们露露给看看脚 你给沈子看看她的眼睛 我们去的那个医院 是咱们市里最好的医院了 回到家后 陈锋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母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他们了 没事 麻烦是麻烦了的 但是咱们讲求有来有往 明哥他们也感谢我们帮了他 一直想感谢咱们的 再说了 你这眼睛耽误不起 还是先去医院看看情况 如果真能治好 那比什么都好 行 两天后 方建民开着车过来了 街上陈锋等人便出发去了医院 陈锋面露担忧 她害怕医生到时候来一句看不好了 爸爸 哎 怎么了 不担心 奶奶 能好的 嗯 堂堂说能好 那肯定能好的 阿峰 怎么样了 还没出来 还在检查 露露怎么样了 露露没事 医生说 她正在一步步好转 按照这样下去 露露估计不用几年就能恢复正常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没事的 我感觉沈子的伤也能好的 要知道 我们露露的病 都被医生下了死亡通知书了 可现在你看 不也有希望了吗 嗯 我知道 堂堂这孩子挺厉害的 就是不知道 从哪里学来的 我也不知道 以后有机会的话 去探望一下安堂那位安主 看看她对堂堂的事情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妈 医生 我妈那眼睛怎么样了 有治好的机会吗 按理说 你的母亲眼睛早已经坏死了 眼球都已经不能用的 但是今天做了检查 感觉眼球里有些神经是火的 你的母亲也说 能看到一些许白光 我们在下 可能眼球正在自愈 真 真的吗 谢谢 谢谢医生 好了 你别太担心了 连这里的医生都这么说 那证明还是有机会的 等下次咱们去省城看看 明哥 谢谢你 爸爸别怕 奶奶能好的 嗯 堂堂说能好 那肯定能好的 哇 堂堂 这就是姐姐的家 这就是姐姐的家了 以后你可以来姐姐家住哦 嗯 嗯 来 阿风 沈子 快坐 快吃点东西 大家都饿了吧 张姐 准备做饭了 还有保姆呢 家里平时忙起来也怕照顾不到陆路 所以请了个人回来帮忙 你们先坐 我和张姐去准备吃的 今晚你们就在这里歇下吧 我们客房都准备好了 咱们兄弟之间 就别太计较了 医院你不让我付钱 在我家住一晚总可以吧 我们陆路很喜欢堂堂 两个孩子想今晚一起睡呢 你就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行 行吧 堂堂 今晚姐姐就带你睡了 好 带一个孩子 不容易吧 还好 也没那么难 堂堂听话 事情不多的 他小的时候是在山上安堂长大的 小的那会 辛苦的是安堂的师父们 我倒还好 笨 这倒也是的 不过 家里只有一个男人照顾孩子 到底还是压力不小 嗨 没想过找一个姑娘